这个人在弄什么呢 现在是凌晨两点将近 还挺热闹 因为之前的夜晚应该是万圣节之夜 鬼节的夜晚应该是 很多年轻人 走一边扎堂溜达 应该是 这空气好像有点发黏 48路公交车 这老爷子这个胡子 还挺长 我今天看一个视频 是一个华人妹子 嫁到沙塔拉伯了 那边是实行一夫妥妻 就有人问他 你是你的沙特老公的第几个老婆 然后他说是唯一的老婆 但是看他在他婆家的居住情况 让他住好像乡房 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的待遇 而且那边气候比较干热 我不觉得在那边生活质量多高 虽然似乎他们的收入很高 但是我觉得没啥意思啊 那么干那么热 而且要全身裹上这个布料 就露一个脸 然后说 那边的女人全身都包上 是为了避免别的男人看着 他的身体是怎么着 而且那边的男人呢 也会回避看其他的女性 对吧 也行吧 可能也比较仿晒吧 省得抹仿晒霜了 对吧 如果只露两只眼睛的话 可能仿晒效果更好 确实有的只露两只眼睛啊 确实有那样了 48路公交车 气装衣服啊 这些年轻人 万圣节的着装 从这走 这是清洁工 半夜清理路边的这些垃圾 清理这些零散的垃圾 把他们都装到车上 嗨 Good night 跟他说一声晚安 这些妹子们 不冷啊你们 说脏话呢在这 老美他们很多人脏话连篇 他们不觉得说脏话 不好意思 包括这边的政府官员 也是脏话连篇 听收音机的时候 收音机上经常有嘟嘟这样的 就是把这些 脏话给他盖住了 这块刚冲完地面啊 这块 这些年轻人一帮一帮的 有印度人 一带一带的人就这样老去了 然后年轻人再成长起来啊 就像电池一样啊 一茬茬的电池 这个电量耗尽了 然后新的电池再顶上来 简称人肉电池 这刘老汉坐在轮椅上 人的年龄大了之后 身体的活力就不足了 就想待着 隔壁那个老两口 看到老太太经常在床上躺着 像个尸体一样 干瘪的身体整个毯子盖着 不停地躺着 他们那个老人味 应该是他们的身体 新人代谢出问题了 所以散发出一种 腐朽的气息 他们还比较爱吃那种 各种调料的这个食物啊 油炸油煎吃这种东西啊 所以 这个气味太恐怖了 气味 这个妹子不怕冷啊 这妹子 撞瘦的大腿 他往下拽那个裙子呢 因为裙子太短了 一边走一边拽裙子 哎呀何苦啊 好像没穿似的 好像没穿似的 先撞住了 真强壮啊 真叫魁梧 不是一般的魁梧 怕怕好怕怕 怕怕好怕怕 就是他们这个 摄入的脂肪太多了 脂肪蛋白质 今天还要听一个故事啊 说有几个年轻人喝多了 其中一个结婚了 他老婆开车来接他 然后另外一个 喝得烂醉如泥的也跟着蹭车 结果他喝大了 一进车里边就开始数落 那个男的老婆 你是老婆管得太严 应该换一个 你们单位那谁谁不挺好吗 你不说过吗 然后 B2的人喝得少的赶紧捂他嘴 又掐他大腿的 他还是说 说着说着 然后 他这个估计扩跃机可能松弛了 就喷出一股气体了 喷在这个车里边 这个气息特别熏人啊 而且那天下雨 那个开车的女的还有洁癖啊 弄得就赶紧把这个车窗打开 雨水都进来了 第二天醒酒了 这个 火焰烂雨这个男的就害怕了 就 心生恐惧啊 但是已经话说出去了 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 很难收回来了 后来就是 特别尴尬 对吧 还有一个特别尴尬的是 一男一女 他们 见面搞对象 冬天 下大雪 然后 半道上 这个车突然坏了 这个小伙子很着急 前面招车后面招电啊 然后 雪下得很大 车就雾的 雪 雪对着走不了了 反正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微信什么的 反正就是 那个小伙子就是很着急 后来这女的 有点憋尿了 想想解手 后来实在忍不住了 跟那个小伙子说 你啥吧 你在车里坐着 我到车的后边去解手 这男说OKOKOK 结果那女的蹲在车后边 然后紧挨着这个车的后保险杠 那个年代那个保险杠有金属的材料吗 紧贴着 然后结果 放完水之后呢 发现被冻住了 就她这个臀部 这个皮肤跟这个车的保险杠在一起了 不是特别冷吗 实在她脱不开身了 她就拍车 啪啪啪 拍车后箱 让她奶奶过了 这奶奶掺掺门过来了 这女的说 你看我冻住了 咋整个 这男的说 这个咋整个 这个咋整个 这女的说 你也是不是也憋了好久了 你这能不能够 照着我这个 这个什么 放点水啊 这奶奶缓上大污 我赶紧的就 哎呀 这个挡住了 把这挡住了 她就照着那女的 那个 臀部跟车的连接处 放点水啊 然后 把这女的赶紧 趁着那热后劲 这女的赶紧就起身 就回到车里了 后来她奶奶上了车之后 一言不发 后来 车弄好了 来人怎么着 具体不知道怎么修好了了 反正后来就再也没见面 自此 江湖永别了 哎呀 反正 搞笑的事情 生活中也经常发生啊 各种各样的奇葩的事 所以说 生活中不是缺少幽默 而是缺少发现啊 对吧 不管是美呀 还是幽默呀 什么的 只是你发现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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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遥远的家乡 如今终于 来到辽阔大地 看这芬芳的草原 我泪落如雨 如雨 上坡 这个树结成的红色色 人年年大了 胳膊腿确实是不好使了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 在深圳 那年二十三岁走很远很远 当时骑个自行车 那个年代 没有手机导航 没有手机 后边夹着一个地图 暗图索记这样 研究深圳的大街小匠 不感觉到累啊 现在不行了 其余太喘现在 电池没电了 没有 右转 喝点水 这边是下坡,刚才是上坡,这边是下坡 这些妹子们不怕冷 其实不是很冷啊,昨天 那坐下来吧,这边是陪伦 你坐下来吧,那边是陪伦 陪伦 我们下坡,你走了 有点这么有 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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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